明天是五一劳动节 应该很多人都要放假 但没关系我们来关心一下 劳工的权益 也希望大家可以好好休息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上班族 都是工时过长 而且产生了过劳情况 当中人力银行就调查说 有64%的族群 担心自己是不是太累了 工时过长 而且平均来说 工厂里头的工时 现在是9.6个小时 但是理想是多少 理想是7.4 等于说还是必须要减少23% 很多人其实也都常常的加班 甚至有高达8成3的人 曾经在下班过后 把工作带回家里处理 甚至其实很多人发现说 我工作这么久 工时这么长 但是好像口袋还是比较贫瘠一点 通常来说财富千万 才会让大家觉得有安全感 但是其实很多人说 一直在加班 也导致他们身体的健康 是不理想的 而且常常加班的族群 来到55.8% 当中有52个人认为说 你必须要口袋里头 或是账户里头有千万 才有办法真的觉得 比较安心一点点 但是其实现在台湾M型化社会的趋势 越来越明显 当中贫富差距 台湾最新的调查数字是 当中差了66.9倍 虽然说这个数字跟上次的数字相比 其实进展的非常多 算是贫富差距拉得更大了 但跟其他的国家相比 包括澳洲 英国 南韩 法国 我们台湾都还是小屋 见大屋 所主钞票打开存折 检视自己的存款是否够用 行政院主记总处也公布了 家庭财富分配统计 平均每一个家庭 一千六百三十八万元 不过前百分之二十 跟后百分之二十的家庭 财富差距达到六十六点九倍 比起上一次公布资料 也就是民国八十年的十六点八倍 贫富差距呈现了上升趋势 把所有的家庭分成五等份 一等份占百分之二十 财富最多那百分之二十的家庭 以及最低百分之二十的家庭 资产差距倍数 就是贫富差距 最低百分之二十的家庭 平均每户七十七万元 高于南韩 澳洲 法国 英国等国家 而虽然台湾的贫富差距六十六点九倍 但还是比澳洲的九十三点一倍 英国的一百零九点五倍 南韩的一百四十倍 跟法国的六百二十七倍 还要低 在全球央行采用货币宽松政策之下 房地产上涨 股市创新高 这些因素让贫富差距扩大 而许多人努力工作累积财富 希望能够加薪减轻生活负担 调涨的幅度很有限 基本上已经可以看到自己未来的样子 就是天花板就是那个样 五月一号劳动节嫌 关心职场权益 年轻人感叹 加薪好难 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 有将近三成的上班族 已经长达五年没有调薪 更有百分之九十的民众 不满意自己现在的薪资 近来物价飙涨 年轻族群先求生活能过 薪水调整 对于现阶段来说 恐怕就是最大的帮助 TVBS新闻 李正宏 黄凯庆台北 采访报道 再来我们来看到南韩的危机 尤其现在 因为全球都是不断的升息 想要抑制通膨的状况之下 连带让这些很多的企业 贷款缴不出来 尤其经济学家就说 南韩现在风险很大 因为有111兆韩元专案的融资债务 是有麻烦的 尤其很多人跟隐私银行来借钱 如果这个问题不好好处理的话 恐怕会出现破产危机 而南韩现在有很多的一人家庭 南韩社会每三个家庭当中 就有一个是一人家庭 去年南韩女性家族部 调查一万两千多户家庭的结果显示 一人家庭占比呈现增加趋势 在南韩青年族群当中 家庭以夫妻和子女组成的 传统价值观正在减弱 20代10名中7名가량은 결혼하지 않고 홀로 사는 것에 동의한다고 응답했습니다 3년 전 조사와 비교해 14%포인트 더 늘었습니다 最新人口统计显示 全南韩的一人家庭 突破了一千万户 创下历史新高 从年龄层来看 60到69岁的人最多 达到185万一千七百多户 30到39岁的族群 和50到59岁的族群 还在二三位 从地区来看 人口角度的经济道和首尾市 分别排在第二位 2005年20% 수준이었던 一人家庭比重은 2019年30%를 넘어선 후에도 해마다 늘어 매년 역대 최고치를 갈아치우고 있습니다 但是人口在南韩已经是趋势 以2022年的调查来看 性别占比有所不同 女性70岁以上 和男性30多岁的占比最多 남자는 결혼이 늦어져서 30대에서 여자는 기대수명이 남자보다 높아 70대 이상에서 비중이 높았습니다 调查显示 一人家庭的资产 减少 负债增加 去年南韩 一人家庭的年收入 平均只有 3000多万韩元 换算约70万台币 不到整体家庭 平均的一半 一人家庭 有54.6% 居住在 12平以下的 小套房 住宅 持有比例 30.9% 远远低于 整体家庭的 56.2% 从调查结果来看 一个人生活少了 家庭开支 也不见得 比较省 为什么韩国人 宁愿单身 也不要结婚生子 从女性的角度来看 或许和家庭责任 有关联 韩国开发研究院 最新报告也指出 虽然男孩女性 经济活动 参与率提高 但是 怀孕后 必须中断 工作的几率 至少增加了 14个百分点 如果不生小孩 30到40多岁的 男韩女性 只要中断率 骤降到10% 对于年轻女性来说 放弃怀孕的 经济价值更大 调查指出 对年轻女性的 生育不利 对出生率下降的 影响占了4成 也就是说 因为担心工作中断 而不生小孩的占比 达40% 韩国开发研究院认为 假使年轻女性 在育儿同时 还能维持工作 实现自我 才能提高 他们生小孩的意愿 至于远新闻 综合报道 怎么样 TVBS新闻直播 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 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 为各位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